是不是困境真的反转了 地产在众多利好催化之下 究竟会不会再走反转这个趋势 地产今天分歧是在倒车接人吗 从结论上我认为是倒车结论 为什么 因为刚才我们也讲到房地产板块 整体而言 我并没有认为涨完 时间上平均是28个交易日 目前来讲的话 今天是第16个交易日 当然市场是走一步 看一步吧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们要知道 其实在历史上 2014年到2015年 当时也有一个相对的 地产的收储的方向 那么这个方向就是先股价上涨 那么房地产整体的一个企业的盈利 其实真正是从2015年的一季度 才开始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 业绩的一个增加 也就是其实股价是提前 它的业绩的一个转向 这个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下 那么目前其实很多投者并不知道 房地产交易的是什么 交易的是一个政策的预期 对吧 从整个的四月底 我们看到瑞盈的首席地产分析师 讲到了看好中国地产 预计是在政治局会议里面会有一个大招 果然有大招 包括相应的有一系列的想作文 是不是啊 那么好 大招出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啊 在上周的时候 央行的四支箭的落地啊 那么这个四支箭呢 其实就像我们讲到了 我们不应该忽略也好 或者是我们否认整体我们的政策 对于地产本身的一个信心或者是转向 这个仅仅是一个刚刚的开启 包括在上周五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 如果地产心 那么经济心 整个经济的运行的一个向上 也就是有了一个基础 所以说你要希望大盘能够涨 那么你就希望地产能够稳得住 那么经济能够稳得住 而不是靠所谓的预期 而不是靠想象 对吧 我们看到从这个3000点 到现在目前3166点 横向震荡了 很长时间 为什么 就是主线更替的比较快 也比较多 对吧 不管是高股息啊 低空经济啊 AI啊 CPU啊 等等的一系列 但是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主线 持续超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这一次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 房地产板块 会不会在一个政策的利好消息情况 以及我们再次讲一下 7月份要召开20届三中全会 那还会不会有关于地产的更加重磅的利好消息 也会有 所以说吧 依政策的预期的7月份还会要出这个预期 还在这期期二 很多的一些机构资金 其实对于目前的仓位都比较低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如果你关注我们在周末的周平 我们讲到了北向资金啊 也是大级的进场了地产了 是不是啊 同时呢 现在内资呢 也在纷纷的跟进 包括你再回看一下港股的地产涨到天上去了 是不是啊 那么好 这个位置你到底看不看 那是抉择在于自己 对吧 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也强调过 你错过这一步行情 那其实来讲 那可能会后悔 是吧 你在经历历史 而不是说你来创造历史 你要跟住市场的趋势 你要上这趟车 所以说吧 市场在这个位置啊 仍然是一个存量资金博弈 房地产板块 目前呢 回落正是上车的时机 这是我的结论 在这边